日前 霹雳州团结政府在打巴举行会课日 州务大臣及全体行政议员与各大政府部门都一同出席这项活动 与民众直接见面 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霹雳州行政议员吴家良表示 州政府定期举办这项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直接与民众沟通 让民众可以将问题一对一反馈给掌管有关事务的行政议员了解 帮助大家更了解问题所在 他透露当天的民众反应相当不错 而他也在霹雳州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等人的陪同下 与部分民众会面 他们传达了一些值得州政府去跟进和探讨的问题 吴家良强调政府应该多踏出办公室 除了仰赖官员的汇报 也要和社会大众进行深度的交流 让选民可以有效反馈问题、意见 乃至于批评 只要是有建设性的建议 州政府都应该虚心接受